哈喽大家好,我是幼子社 妙手人心,一序独立,只为自由而行医 今天的故事里,患者需要摘脱胆囊 但主刀的院长却倒在了无影灯下 那患者的命运究竟如何? 医院有多少阴暗的角落? 且看今天的医疗剧《致命的胆囊》 故事开头,一个歌舞厅中 帝都大学附属三院的几名医生正居会消遣 助理医师森本由于不胜久离 外家不愿意同风月女子打交道 便结果离席 这时,人群中有一名标形大汉忽然倒地不起 森本医生不顾同事的劝阻 冒着被讹诈的风险,执意要去探兵 但由于医术上前,林郑慌了手脚 此刻,一名摩登女郎批评森本如此救治 将会适得其分 于是命两人将患者扶起 扒下了患者的裤子 才发现其罹患小肠膳气 再耽误一会儿便会导致腹腔积水 便迅速为其联系救护车 森本医生感叹其医学功底扎实 但摩登女郎自称是路过的舞者 便匆匆离开 而另一头 帝都大学医科大学附属三院的院长 协同两名资深教授 正一边大快躲移 一边讨论着新院长的人选 此时,一通电话打破了三人的言谈 原来,医大三院又有三名医生辞职离开 这只是日本公办医院的一个缩影 由于待遇捉襟见肘 工作压力难以名状 诸多医生或投奔新主 活力谋高久 见同事辞职 三院刚下班的医生便吐曹称 现在的单位 若不是有编制 谁会承受着脏、累、危险、工资低 这些致命的弊端 每天如同车轮一般连周转 医院为了解决现状 又为了节省开支 开始雇佣临时工 正巧 医院招来了一名能顶三人工作的前野战医生 名叫大门卫之子 大门医生性格桀骜不逊 讨厌权威 讨厌拉帮结派 讨厌被束缚 仅凭精湛的医术 一朝先吃变天 行至医院 众医生对其另类的打扮 都表示难以接受 甚至于以此质疑其能力 没多久 医院召开了 犹如走过场的数前研讨会 某患者强烈要求九宝院长主刀 院长提出要为其切除胆囊 坐下医生皆附和其方案精妙 唯独大门医生提出疑议 因为只要使用腹腔镜就能治好患者 而院长却要小病大治 以获得更多的名利 院长听罢 大为不愿 马屁精事务长没等院长说完 便将大门医生轰出会议室 会后 患者至办公室 送给九宝院长一盒凤梨酥 院长毫不犹豫地将其笑纳 可将盒子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有发现红包的踪迹 院长再次不悦 便将只打发给下属 另一头 初来乍到就顶撞院长的 边外人员大门医生 自然不受领导待见 他被分配到办公室做杂活 录录那些细密庞杂的患者信息 当他看到那位明天要动手术的患者 橡胶厂个体护医之赖先生时 他特地询问此人的职业生平 这时五点已到 大门医生不愿在此地多留一刻 便换庄离去 晚上 大门医生再次确认 患者医之赖系橡胶厂个体护 又从房东神员医生那里得知 九宝院长升为资深医生 但从来都不注重身体健康 他每天都饮酒吃高级牛排 这样奢侈的饮食 患病只是时间的问题 一日 大门医生先是找到医药代表 购买了一箱医用手套 随后善意提醒鸟曲助身 最好让院长进行脑部检查 结果可想而知 除了被挖苦一顿之外 上风并未采纳医间 不久后 院长习医肝医生 为一只赖先生做胆囊切除手术 起初 院长似乎对此轻车熟路 甚至于还附庸风雅 在手术室里放弃了古典音乐 手术进行了一半 病人血压骤降 心跳却超过了150 随即进入了不明的休克状态 院长面对此等肺解的场景 突然脑梗发作 不省人事 而余下的手术也成了一个烂摊子 没有多少临床经验的助理医生森本 准备硬着头皮做完这台微神的手术 此时 大门医生换好了手术符 林薇操刀 他叮嘱周遭的工作人员 换上他提供的新手套 而后为患者注射肾上腺术和肋骨唇 徘徊在死亡边缘的患者 身体指标居然又恢复了正常 那颗致命的胆囊也被成功的摘除 因为这场起死回生的手术 让包括独岛教授在内的医护人员 对大门医生另眼相看 然而 顽固派鸟警主任和事务长 却找到大门医生心事问罪 一来 问责其未经许可操刀的违规 二来 问责其私自联系医药代表购买手套的过时 此刻正好下午五点 大门医生无心解释便匆匆返家 在场有经验的医生开始回忆大门医生操刀前后的经过 他们发现 大门很早就提出 要让院长去做脑部检查 而且他购买的医用手套不含橡胶 因为他早已预料到 长期在橡胶厂工作的患者 存在卤胶过敏的风险 而就在刚才 酒保院长在病榻上将大门开除 原因是大门医生不愿意屈炎复视 坚持认为 险向还生的患者医之来 根本没有必要做开腹手术 晚上 望着新疆旧幕的酒保院长 一脸奸向的鸟井主任望图取而代之 原来 他的院长这个位置 寂予一角 第二天 上级宣布独岛教授接认院长一职 粉碎了鸟井的春秋大梦 新院长独岛教授任人为贤 他请回了医术精湛的大门医生 并且答应了大门经纪人 要求的八小时工作制 三倍的加班费 以及不承担基础医学研究任务的要求 故事到这里便落下了帷幕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B站微博YouTube 名字都叫夏夜幼子树 别忘了一键三连 各位老爷 抱抱 我们下期再见吧